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即将庆祝登基60年 她被誉为从来不犯错的女王 在英国不论哪个政党 不论是不是反对王室 提到女王每个人打从心里尊敬她 她永远穿着和宜 带着温暖的笑容 谨守分计 英国女王听取首相的施政报告 却从来不干正 60年下来没有人晓得她的政党倾向 她认为女王的天职是服务人民 而不是为了满足私欲 这也就是为什么历经了皇室丑闻 种种国际危机 女王始终让人尊敬的原因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女性 在险恶的宫廷政治当中沦为牺牲品 信与不信真的由不得人 不过面对权力 不傲慢 不起贪念 谨守本分 树立的典范将会超越生命的长短 长存人心 我是林英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内史风云 渐网之来 请继续锁定 热情集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